各位投資朋友大家早安 我是蕭川老師 那現在時間是4月8號早上的9點45分 我們利用5分鐘的時間 來跟各位講解整個台股金的重點 我們稍微看一下 今天整個台北股市直接還是開高 那開高之後呢震盪走高 剛剛最多漲了111點 但問題是 昨天的美國股市 我們很清楚發現到 美股昨天也是上漲 但是到收盤的時候呢 卻幾乎是跌到平盤之下 幾乎在平盤 那可見的呢 以美股的走勢來看 現在美國股市呢 這地方既然它沒有出現一個 明顯出量的續攻的話 那代表說 美股現在它是維持在一個 比較區間的一個盤局 那既然美股維持區間盤局 那當然啦 你台北股市這個時間點的看法 它也是會偏向一個比較 區間的一個震盪 但是這個區間的震盪 它是比較強還是比較弱 我覺得這裡會有一個重點 有一個重點 要稍微注意一下 台北股市到底是比較強勢的整理 還是比較偏弱勢的一個震盪 這地方呢 每天的盤中 最近這幾天啊 每天的盤中 你就稍微注意一個訊號 那這個訊號在哪裡呢 就在這裡 新台幣的匯率 也就是說 到目前為止呢 全球股市都受到 整個肺炎的影響 但是我們要去看的是市場的資金啊 它會從哪裡去 會跑到哪裡去 如果說當你新台幣匯率是維持在一個 比較偏升值的狀況 像今天新台幣匯率 它是走升嘛 所以當你比較偏升值的話 當然你台北股市呢 就會維持一個比較偏強勢的一個整理 所以我覺得 台北股市就會維持在一個月限之上呢 去走一個區間的一個盤局 所以這是目前台北股市的走勢 但是如果說以個股的操作裡面來看 那這裡分兩塊 我倒覺得 因為如果說以台北股市啊 目前撐盤的角度裡面來看 這地方當然你全資股不可以休息嘛 但是你全資股裡面 最近呢又有一些比較具有題材 或者是一些漲價或缺貨的一些題材 那當然呢 這兩天你會注意到 整個被動元件的股價呢 今天開始出量 比方說國際 今天整個股價呢 出量之後已經過平台嘛 所以呢台北股市的撐盤指標 我認為應該放在什麼 國距跟哪裡 跟華興科 好所以呢 這兩檔個股呢 只要維持在一個 比較屬於那種出量的一個情況的話 我覺得 它會有一個短多的走勢可期 可是呢 如果用一個比較稍微長一點的時間來看 因為我們說嘛 你美國股市沒有續攻 那你整個國際股市 就應該是比較偏震盪的盤局 那如果說這個震盪的盤局 它是維持在一個比較偏 量縮的狀況的話 好那各位 所以後面市場輪動的重點呢 它可能會放在哪裡 比較偏中低價的個股 所以呢 中低價的個股呢 我們昨天有跟各位講過 有兩個方向 一個呢是屬於疫苗的部分 那這一類型的個股呢 像我們這兩天介紹的 疫苗相關的個股呢 這兩天已經開始慢慢的站上月線 所以呢有些個股呢 這地方啊 短多才剛開始要出來 這是其中一個疫苗生技的部分 再來電子類股的部分呢 我們昨天有跟各位講過 比方說像5G的概念個股呢 這類型的個股 目前也是底部才剛打出來 所以相關一些比較偏中低價的個股呢 我覺得是未來整個台北股市啊 會比較屬於偏整理的時候呢 輪動的一個重心 所以個股的部分放兩個地方 一個 撐盤的部分要去看到被動元件的地方 被動元件的這個部分 那當然以國距華興科為主 那如果說是以一個比較輪動的角度 裡面來看的話 那有關於5G或者是生技裡面 疫苗的部分的股票呢 在這地方呢 它會有輪動的一個機會 因為近期的法人啊 都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一個 買盤去做一個接入 好 那除了個股的部分之外呢 因為近期整個台股的震盪 可能很多投資面的資金 比較不夠多啦 那我是建議各位指數的震盪呢 指數的波動非常的大 這地方如果說呢 你願意用一個小小的資金啊 要去賺取一個比較大的一個空間的話 我建議各位你可以留意一下 整個選擇權的部分好不好 什麼叫選擇權的部分 我舉個例子來說啦 比方說今天在找盤的時候呢 我建議我們的會員 在1萬1千點附近的買權啊 這地方在100點上下 這地方呢可以去做買進 那你今天呢買這個買權呢 大概100點就是乘以50點 乘以50啦 一口呢大概是5千塊左右 特別你仔細看喔 當台北股市的指數波動比較大的時候 你在100點上下買進 今天啊一衝上來 就來到150點 也就是說你100點買進呢 這樣的一個空間呢 就高達多少 將近5成 好將近5成 那選擇權的部分呢 沒有追繳保證金的疑慮 它頂多只有權力均的一個 增減的一個問題 所以呢 如果說你今天是資金比較少的 我建議各位 你可以跟著我們操作什麼 選擇權的一個當衝的一個操作 光是今天的這個操作 就將近有50%左右的一個空間 好不好 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陸陸續續的 會在節目裡面再跟大家介紹 所以呢台北股市呢 在今天的盤勢裡面 拉高之後呢 也開始慢慢有點上一線 那就如我說的 它會維持一個區間 但是這個區間的強弱 就注意一下新台幣的匯率 那整個個股的撐盤 放在被動元件 那如果說以後面整個市場的輪動呢 就注意一下 中低價的個股 尤其電子類股在5G 然後呢 升級的個股呢 就注意一下 整個疫苗相關的股票 好不好 那如果說有任何的問題 不知道該怎麼去做操作的 很歡迎各位 加入我們這個Lite Ads的行列 那我們會陸陸續續的在 盤中呢 利用5分鐘的時間 跟各位講重點 那再來呢 就是1點鐘的節目呢 我們再跟各位去做詳細的解說 OK 今天講講到這裡 我們明天見 拜拜 ��� man secondly 有 如果你 真是 有